這是日本面臨的最大社會和健康問題 大約有150萬日本人 其中大部分是男性 他們不上學 不上班 也不社交 而是躲在房門緊閉的房間裡 和動漫 遊戲 網絡為伴 他們已經完全和社會脫節 其中三分之一竟然是40到55歲的中年人 這些人就是日本社會的啃老族 日本衛生署正在極力避免下一代遭受同樣的命運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日本這個奇葩的社會現象 三年以來 大西熊斗的世界 就是他在東京這間不到10平米的房間 他白天睡覺 晚上上網和看漫畫 直到天都亮了 才到了他的入睡時間 大西今年18歲了 他從三年前就已經不再上學了 並且從那以後 他拒絕了所有的朋友和家人的聯繫 一天只有在夜深人靜起床的時候 出去吃一頓飯 但是現在的他還願意接受采訪 就說明他在日本啃老族中 算是比較正常的 大西說這種深宅的生活 一旦你體驗過 你就會失去現實 然後你就再也無法回頭了 說起為什麼不上學了 大西有點難以啟齒 他之前是一個很內向的孩子 但是有一次他還是鼓足勇氣 去競選班長 結果失敗了 這樣他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他受不了同學的嘲諷 就退學了 但他不想住在家裡 因為他覺得和父母交流很麻煩 於是在東京租了一個房間 每月的房租和生活費 都是父母定期寄給他的 其初父母認為他只要獨立一段時間就好了 可是沒想到這一獨立就是三年 這三年來 大西除了睡覺看漫畫就是晚上去吃一人食 他最長的記錄是 八個月沒有和任何人說一句話 包括自己的父母 如果大西繼續這樣下去 他可能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 都走不出這個房間了 他會徹底淪為日本啃老族大軍中的一員 有一天大西在吃一人食火鍋 遇到了一位專門救助啃老族人群的專家 加騰博士 他鼓勵大西加入他們的一個團體 就是和一群啃老族一起重返現實社會的交談會 加騰博士說 只有啃老族他們和別人互動的動態發生變化 康復才能成功 但是首先就是讓這些啃老族自己跨越出這一步 大西去了這個團體後發現 這些人的年紀都比他大 其中一些人已經在家中待了十年以上了 所以他們能夠聚在一起 哪怕只是說一句話 就已經是很大的成功了 一名中年女性給大家展示了他剛買了一件T恤 這讓在場的人驚嘆不已 因為他們已經很多年沒有進過商店買東西了 大西這一次雖然一句話都沒有說 但是他已經下決心要改變自己了 他說一個人在房間裡待的時間越長就越難出來 因為這種心理的創傷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座堅固的堡壘 很難被外界攻破 他在回家的路上看了看東京這座冷漠的城市 雖然重回社會很難 但是他還是跨越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未來會是什麼樣沒人知道 佐藤寬郎今年38歲 他有很多啃腦族不一樣的事 他沒有閉門不出 沒有不和父母交流 他甚至還在工作 但是這一切並不能說明他就不是啃腦族 因為他自從出生後就從未離開過家裡 而是一直和父母生活 佐藤大學畢業後想成為一名紀錄片導演 但是一次次的失敗讓他心灰意冷 到了需要面對生活壓力的時候 他還是決定堅持這個夢想 甚至不要薪水在電視台做兼職 這樣他自從大學畢業後收入就非常低 他也從來沒有過一份正式的職業 他沒有戀愛沒有結婚 只為堅持自己的夢想 父母一開始是支持他的 但隨著時間的拉長 人總是要面對現實的 並且面對現實和實現夢想 並不完全衝突 他最近要做一本紀錄片的期刊樣冊 但是必須要自己出錢製作 他打開了自己儲蓄多年的純錢罐 發現一共只有2000日元 兩年時間他就存了這麼點錢 於是他又開口向母親借錢 想借1000日元 結果母親聽到當場崩潰 38歲的人了 連1000日元都沒有 但最後母親還是借給了他 並說是最後一次 母親的要求只有一個 就是要佐藤找到有收入的正式工作 不論是做什麼 佐藤的父親則對他說 自己已經退休了 收入不再像以前一樣了 現在都是靠退休年金生活 等他不在了 就沒有辦法照顧佐藤了 有一次 佐藤的父親找他 對他下達了最後通牒 說沒有辦法再繼續資助他了 他們連餐費都快付不起了 再這樣下去 全家都要自殺了 父親給佐藤一張紙 讓他在左邊寫上自己的收入 右邊寫上自己的欠款 然後要想辦法把欠款還掉 並且還要寫上還款計劃 其實父母這樣做 就是逼佐藤去找正式工作 佐藤雖然在家吃住都不要錢 但是他還是查了自己的欠款 一共欠了101萬日元 雖然這個欠款並不算多 但是對於佐藤這種低收入的人來說 還是一筆巨款 佐藤算了算自己過去一年的收入 包括各種兼職的收入 加起來有170萬日元 看起來是完全可以覆蓋掉他的欠款的 但是佐藤每月除了在家裡吃飯 還要到外面吃飯 一年的花費超過140萬日元 再加上他還要定期購買自己喜歡的 鐵道雜誌《動漫》 一年花費30萬日元 其其中還不包括他做紀錄片的錢 和欠爸媽的錢 所以一年下來入不敷出 如果他要自己獨立生活 這些錢完全不夠 佐藤想起來之前剛畢業的時候 在父母的幫助下買了一份受險 於是在保險沒到期之前就退了回來 一共退了54萬日元 他付掉了35萬日元的欠款 留了一部分錢備用 佐藤決定減少沒有收入的紀錄片工作 去找一份兼職 他還是沒想好去找正式工作 並且他跨越出了重要的一步 搬出了自己住了近40年的父母家 在外面租了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的月租是28000日元 雖然很小 但是這是佐藤新生活的開始 在2019年 日本東京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命案 一名76歲的日本老人 因為不堪忍受44歲的兒子 長期在家啃老 拿起了刀 捅死了自己的兒子 在被捕時 這名老人說 為了不給別人添麻煩 我才捅死了他 這名76歲的老人 竟然是一名日本前高官 名叫熊澤英昭 畢業於日本最高學府 東京大學 畢業之後就進入日本政界 擔任過一系列重要的職位 由隆林水產省事務次官 日本駐捷克大使 而被害的正是他的親生兒子 熊澤英一郎 長期無業 在日本如此精英的家庭 培養出了後代 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這就要從兒子 熊澤英一郎上初中說起了 在初二那年 熊澤英一郎遭遇到了很多學生 都遇到過的校園暴力 但是他沒有反抗 也沒有求助於父母和老師 兒子回家把怒氣 發洩到自己母親身上 而父親常年在外工作 這就給了熊澤英一郎下手的機會 由於母親的溺愛 一直沒有告訴父親 熊澤英一郎就變本加厲 母親被他打到臉上 全部是瘀青 內骨斷掉 還被兒子拿著鉛筆在手上猛刺 甚至被用菜刀架到脖子上 這些還是父親 在一次出差回家後才發現的 熊澤英一郎還有一個妹妹 但是妹妹也同樣在 哥哥的暴行之下生活 上學交往的對象 全部被哥哥破壞 最後絕望自殺 可以說是一個徹底的悲劇 這樣的日子 一直持續到熊澤英一郎上大學 父親讓他搬出去住 但兒子根本無法獨立生活 大一就退學了 然後去上自己感興趣的動畫專業 好不容易畢業了 又找不到任何的工作 父親只好給他在東京租了一套房子 每月定期給他打生活費 並且每月都會去看兒子兩次 幫他打掃房間 繳掉帳單 還會嘗試和兒子溝通 希望他振作起來 希望他振作起來 但是熊澤英一郎卻把父親的援助 當成了理所當然 所幸什麼工作也不找 整天就在家看動漫 甚至連理髮 洗澡和倒垃圾這些事 都要等到父親每月來看他的時候 督促他去做 因為日本對垃圾分內有的嚴格的規定 熊澤英一郎要不就不到垃圾 要不就是完全不按照規定時間亂丟垃圾 被鄰居多次投訴報警 中間換過五六個房子 父親最後沒有辦法 只能將他接回家住 這個時候的熊澤英一郎 已經在父親的援助下 生活了整整22年了 他已經完全沒有和任何人相處的能力了 尤其是面對自己的母親 在熊澤英一郎搬回家的第二天 母親突然聽到兒子在家中大叫 說什麼父親從東大畢業 又是政府支援 退休年紀又高 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 可是自己卻什麼也做不了 於是在父親回家的時候 熊澤英一郎對父親也開始拳打腳踢 還一直對父親說要殺了他 於是父親逃出了家裡 但卻沒有報警 晚上偷偷打給妻子詢問情況 妻子說兒子像瘋了一樣 必須要他下跪求饶才會放過他 晚上八點半 父親真的回了家 向兒子下跪認錯 但當天晚上 他上網搜索了 殺人罪 量刑等關鍵詞 並給妻子留下了一封遺書 讓妻子在自己和兒子死後 把骨灰撒向大海 因為這個時候的熊澤英招 準備和兒子同歸於盡了 第二天 熊澤英一郎因為附近的小學開運動會 發出的聲音而煩躁 叫囂要殺了這些小學生 當父親來到客廳時 熊澤英一郎對著父親說 再看就殺了你 這個時候 忍無可忍的父親拿起了一把菜刀 對著兒子胸口砍了過去 兒子硬身倒下 但還在動 父親接連又砍了三四刀 直到兒子一動不動 隨後父親自首 這起案件也引發了日本很大的震動 審判席上 法官問他 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 你還會殺了他嗎 父親說 我還是會殺了他 因為我不想給社會添任何麻煩了 這個案件讓很多人開始同情父親 法官也以高齡犯罪等因素 從親處罰 最終熊澤英招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因為兒子 他的妻子得了抑鬱症 女兒自殺 他的人生也全部被毀了 如果不是因為兒子 他本可以在日本的政壇 衝擊更高的位置 在日本啃老族中 中年啃老族也有不少 但是年近70的啃老族 還真是讓人跌掉眼鏡 日本有一檔很受歡迎的節目 叫做可以跟你去你家嗎 就是邀請一些普通人 讓節目組去他們家裡跟拍 而這次的主角 就是一名叫做 前田良久的骨灰級啃老族 他已經68歲了 是一名妥妥的富二代 雖然父母早已去世 但是他靠著父母留下的遺產 一直生活到現在 在出租車上 他就對節目組說 我家可是個了不起的地方 你們不要被嚇到 到了前田的家 節目組發現 由於常年不清理門前的樹和草 房子的大門已經被樹葉完全擋住了 要穿過樹葉才能走到大門前面 感覺像是到了熱帶雨林 在經過艱難跋涉之後 終於開了門 出現在大家面前的就是一個垃圾房 裡面堆滿了各種垃圾 有吃剩的盒飯 飲料瓶 雞蛋盒 還有一堆一堆的納豆盒 前田還給記者展示了他睡覺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垃圾堆裡找一小塊地方 躺下來 記者問 房間裡的一盤不明物體是什麼 前田說 這是橘子皮 用來去除手上的味道 這簡直讓人匪夷所思 前田說他一生只工作過四年 剩下就完全靠父母資助生活 在父母去世後 他繼承了遺產和這棟房子 而且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前田一直在不停地摳腳 可想而知 房間的環境到底有多差 記者問他一個月要花多少錢 前田說 每月大概要花5-6萬日元 然後記者又問 父母留下的錢還能用多久 前田算了算說 可能還能用7-8年吧 看來父母確實給他留下了不少錢 那之後怎麼生活呢 那就只好賣掉土地了 前田說 但是他說自己的父母不在了 妹妹也不在了 他認識的所有人都不在了 那活著還有什麼意義呢 他7年前就不想活了 節目組在採訪前田後 幫他把整個家打掃了一遍 清理出了500公斤垃圾 但是半年後 再次去採訪他時 發現前田的家 又變成了之前的樣子 要改變一個68歲老人的生活習慣 看來是不可能了 沒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不是問題 沒問題 無問題 我們 mor為了 有機子